今天要講的主題是 究竟駕駛能否在大多倫多地區生存呢 我在講這個題目之前 我就想問問大家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在你想像中 其實你覺得在外國不駕駛是否可以呢 第二就是你自己喜不喜歡駕駛的呢 我講一下我自己為你 其實我在香港的時候 我是考了車牌的 但是考完車牌之後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實際去演練過 這個就是所謂的雪藏牌 直到我來到加拿大 我嘗試重新去學車的時候 我師傅都有說過 其實我這個雪藏味是很重的 如果你跟我一樣 你在香港有沒有車牌都好 其實你主要都不開車 你又沒有車 你出入都是靠地鐵 以及搭巴士的話 今集就很適合你了 如果你是那種 其實我在香港都駕駛開車的 我又有車的 無論上班下班或者下班去玩 我就算去旅行都喜歡自駕遊的話 我想我不需要聽 但其實這也可能關你事 為什麼呢 因為我經常都說 其實加拿大都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很可能你的家是在上班 但是你上班就是在下班 你也可能要是開車 要是要靠坐公共交通工具 這個我們可以稍後討論 今天我這段影片 就是提供三個建議給大家 好了我想給大家的第一個建議 就是你的心態要調節好 你要預算加拿大的公共交通系統 是沒有香港那麼有效率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以我臨走之前 香港的地鐵就是很有效率的 很簡單 每一天它都維持著 即是早上到收檔的時候 那段運行很正常 它所有的維修 都會在半夜的時候 那些員工是去做的 是明確他第二天可以正常運作 那大家可以上班上學 那樣的 但是在這個多倫多 就是不同的 他們是不會半夜三間 24小時跟你去做維修的 那取而代之的是什麼呢 就是它已經很好的了 星期一至五 它盡量是不會計劃內的一個維修項目的 它排隊維修的 通常都是星期六日發生的 那就會產生一個情況 就是如果你星期六日去街 我想搭巴士 或者搭地鐵去shopping的話 那你就一定要去檢查一下 究竟你那條路線有沒有要整 有沒有有一段路是不走的 那的話 如果是有你中了的呢 那你就要檢查一下 它有什麼alternatives 例如會不會是有巴士會去載你 那這個就是我來到的時候 一個很大的感受 那有好有不好 那在香港的好處 當然是大家很方便 不會影響大家吃喝玩樂 或者去上班 但是在這裏 你這樣的話 其實大家都 當然沒有那麼方便 但是大家上班的壓力也沒有那麼大 因為大家都不需要 將他們的效率推到最盡 然後令到大家都很辛苦 那樣要死定它 那種感覺 好了 第二點就是 出門前就記住做好功課 那什麼意思呢 以前我在下班 我每一天上班 我出門之前 我都會第一 一定是檢查一下天氣 會不會下雪 暴雪 那令到某一些車 某一段路段停駛 會影響到自己 第二呢 其實它也有很多app 例如多倫多的公車系統 就是叫TTC 你打TTC 在App Store 其實你都找到他們的app 那為什麼呢 要出門之前要檢查呢 就是這樣 因為我試過很多次 沒有檢查 那我就搭地鐵了 那回答一下 無緣無故 那個司機就開咪了 說話 說了一堆東西 那大家都知道 其實火車的咪 司機說話是很不清楚的 那加上它說的英文 它是沒有語 它就會有懶音 那它懶音 說完其實你未必是 catch 到它是想說什麼 那我就試過有一次 很經典的就是 但是呢 說了一大論 然後我就看著 周圍好像大家都沒有什麼一樣 那些聽歌的 繼續聽歌 但是去到某一個站 全世界都下車了 那我就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呢 然後我就跟著下車了 因為車是沒有東西的 那時候問人 然後才知道 原來就是出現了一個情況 就是突然間某段路 壞了要立刻維修 是緊急 那大家要出去 等下一班 或者直接出去 你要跟著那些指示 你要去搭巴士去代替 那所以呢 如果你有做功課呢 起碼你知道 可能那個緊急 在你出門前 已經是發生了的了 那它就會放在APP 那裏會有些 alert 告訴你這件事 或者它又告訴你 哪個站 它的電梯是壞的 那些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 完全可能一開始 我探不到司機 在說什麼的時候 那你就會很panic 因為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平時逛街就說沒事了 但是如果你是上班 趕時間的話呢 那如果你突然間又要轉一程巴士 又再下去搭地鐵 其實都會影響你自己 你未必會準時回到工作的嘛 這樣吧 好了 第3點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 這個就是我覺得最嚴重的 就是 其實我覺得 搭公共交通工具 在多倫多最慘的 其實就是冬天 因為冬天真的風吹雨打的時候 你要怎樣去裝備 才可以令到你自己不會生病 那我建議大家 都一定要有一個萬能的背囊 那什麼叫萬能的背囊呢 就是好像我以前 我以前長期commule的時候呢 我有一個都挺大的背囊 那裡面呢 就是有了 尤其是冬天的時候 我會有了 冷帽 太陽眼鏡 雨傘 頸巾 手套 甚至可能 戴多件衣服 會戴包糖 還有帶水 那為什麼呢 戴糖 當然因為我有時候會血糖低 如果那麼長時間 兩個小時 我沒有東西吃的話 我可能會突然暈的 所以我就會戴一些糖 對啦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 如果你也有這個問題的話 那你也要戴一些糖 冬天的時候呢 我會全父母裝 就算那一天不是很冷 可能那一天正數 我都會戴曬 為什麼呢 因為天氣是順色萬變 尤其是加拿大呢 最慘呢 其實就是它很大風 本身可能有-10度 你都會變成-20多度 那你就立刻很冷很冷 冷很多 那就是要把所有拉帽 總之把你所有露出來 空氣的那些肉 你全部要封掉 拉扎拉鍊 這樣就會好很多 我曾經呢 剛剛搭巴士的時候 那天很冷的 我記得是巴士站 雖然是山門 即是一個室內的地方等的 但是開門 那些風也很冷 假設我那天要搭一輛8A的巴士 那天就來了一輛8號 那我就心想 算了 我都照相啦 很冷 那我就上去了 誰不知 在中途的某一個站 那巴士司機就叫全世界下車了 然後我就跟司機說 其實我要去 我的目的地是這裏這裏 那怎麼辦 然後他說 那你下車吧 你下車等吧 你要等一個8A 那你就去到了 然後我心想 為什麼呢 因為那天是天晨的 沒有什麼的 但是雪地是幾尺的雪 然後我心想 就好像什麼 周圍是什麼都沒有 那天就不是很冷 有負幾度 我都穿齊了衣服 都可以的 但是只不過是 我覺得 幸好天氣不差 還有幸好我又穿齊了 全副武裝 那你才可以在一個巴士站 只有一個玻璃箱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等我10分鐘 否則你真的未必周圍有地方 可以讓你去躲 其實有玻璃站已經算是好 我試過是有等一些車 是真的一陸處貼一張貼紙 你在那裡等 這個就是巴士站 都有很多 那我看到其實 加拿大它是慢慢 一陸處變成一個站 慢慢它見的 但是它需要時間 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那如果你都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那你就like我的video subscribe我的頻道 你有什麼想跟我說的話 就在comment那裡留言 對啦 都turn on notification bell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